香港立法会星期三恢复国歌法二读 示威港民从清晨开始便发动阻挠攻势 包括围堵立法会大楼积极叫嚣 试图阻止法案通过 警方加派人手严密不防封堵多条道路 下午两点开始展开逮捕至少60名示威者入网 2017年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一旦条例草案在立法会三读通过 港民将禁止不当使用或侮辱国歌 否则属于犯罪 最高监禁三年 最高罚款5万港币或相等于25,000利级